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是一直宣布自己单身 怎料女儿的出现打脸了华晨宇单身的人设 承认与张碧晨拥有殷女后 华晨宇并没有对张碧晨辅负责 而是选择与张碧晨共同抚养女儿 可以说他们俩人的关系是真的尴尬 拥有女儿后的张碧晨事业变得非常顺畅 他凭借一个担心妈妈的人设 在歌坛混得风生水起 反观华晨宇整个2021年都没他的节目 相比较下华晨宇要太惨了 而也是因为没有工作来源 华晨宇收入不够 再给女儿不要飞时一直口口嗦嗦 对此张碧晨直接跟华晨宇通话 表示给的钱不够用 听到这话的华晨宇 随好一句 我会努力的 简直是太真实了 那么看完你相信华晨宇没钱吗 欢迎留言评论 叫明晨宇整个欢机